说到长城汽车 很多人都会认为它是国产汽车中的佼佼者 很多网友对长城汽车的评价都是便宜又好用 最近长城退出了一款新皮卡 长城风骏皮卡 据说这款新皮卡可以比肩保时捷 搭载了许多黑科技 而且只需要10万元 真的有这么好的事情吗 这款长城风骏皮卡推出之后 大家对它的第一印象就是便宜和中国产 长城之前卖出了很多V系列的皮卡 对于国产车来说 V系列还算是做得不错的了 然后在长城安静了一段时间之后 推出这款风骏皮卡 可以说是让人眼前一亮 车头采用了镀隔的进气格栅 侧边部分有巨大的车门把手 看起来比较粗犷霸气 后部配备了镀隔运动防滚架 和后箱的橡胶衬理 车身的外侧也非常的坚固 车子大概可以拖动3.5吨的货物 车轴距也相比之前长了不少 后排的座位更加宽敞 双侧都有气囊的保护 前排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商务 要说这款长城风骏皮卡最大的亮点 应该就是它的发动机了 它采用的是液压悬置系统 能够很好的降低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震动感 引擎盖下是一个两升四缸涡轮增压柴油引擎 可以输出149马力和310牛米的峰值扭矩 搭载一个6速手动变速箱 这款车最大的优点就是NVHD 要知道很多皮卡车都会舍弃NVH这一点 但是这款车专注降低汽车的震动感 从而显著的降低了NVH 主要还是通过减少行驶中的地面震动 和减少发动机自身的震动来降低NVH 如果上市你会买吗